這個地方的內向 歐伊達斯科帕拉分成兩大塊 一個是磁土六類 就是娑婆世界產生的內向 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 說法入定 以化地動 眾喜放光 第二個就是光明裡面所現的世界 前面的磁土六類 偏重在那一道光明 就是銀鏈星星的極空的親近本體 這以下的他土六類 偏重在銀鏈星星 透過造作十法界十足士 所現的十界的銀眼果報 偏重在銀鏈星星的吉甲 吉甲的第一個 他現出的是六道眾生 我們看經文 下至阿比蒂 這個六道眾生是什麼範圍 就是最下層的 使法界最下層的就是無間地義 那麼最上層的就是阿加尼炸天 就是色究競天 就是色界的最頂天 就是無色界不算 因為無色界沒有形象 就把無色界給省略了 就是從無間地義到色界的色究競天 那麼都在這個光明所顯現的世界 那麼可以看得出六道眾生的差別因果 這個地方古德就開始說了一件事說 為什麼使法界 他把六番法界放在第一個呢 因為佛陀的說法 是應眾生的根基而說的 也就是說 眾生法界 他除了外在的業力以外 他的內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他的善根 第二個他的煩惱 那麼他的善根跟煩惱 跟業力互動的時候 會產生一定的變化 比方說 同樣的業力 你看這個世界很奇怪 有些人業障現前 他拜八十八婆拜了三五年 沒什麼效果 就是他的業很堅固 他也去參加拜禪 他也去參加布施 但是他業就轉不了 所以這個業為什麼在他的身口 一出現的時候 如此的堅固呢 但是有些人他有業障的時候 他不開始羞慘 他一肥光緩照 三個月以後 見到內下 他業過去了 所以業力是不決定的 也就是說 其實業力是沒辦法單獨存在的 它是跟你內心互動的 你對三界的業力 越因果越貪著 你要改變業力越困難 就是這個業 一旦有同樣的業 表現在你的身上 就會很堅固 那麼同樣的業 如果是表現在一個有善根的人 他的業就容易反轉 那麼就是說 面對六道凡夫 每一個人身上都背了無量的業力 但是關鍵是 你用什麼心態面對 就是成敗關鍵了 你是加強他的勢力 你還是去反轉他 那麼這兩個指標 一個是煩惱的厚薄 就是你對業力的愛曲的程度 第一個是你善根的淺身 你一種內觀的 你無始劫來透過佛法的學習 你累進的善根有多強 那麼這個當然也就會引起佛陀說法的不同了 就這個眾生法界 是整個佛陀出世說法的一個根源 所以必須把六道凡夫先展現出來